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向游新生 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人长期的不笑 那面目表情僵化 偶尔笑出来也会吓死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教朋友您还好吗 我们的节目主要以这个善良和道德为主题 如果您对我的有没有感兴趣呢 就请订阅 好 节目的开始 先给大家讲一个整形医生的故事 作家毕淑敏分享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他去拜访一位整形医生 做手术以前 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病人回答的不正确 他就会拒绝进行手术 这个事情就奇怪了 难道这个医生有耍大牌吗 这个生意到眼前了还不做 现在的社会谁跟钱有仇啊 对吗 可是这位医生的确与众不同 毕淑敏就问了 是什么问题呢 医生说 把您的这个脸想象成一座山谷 请告诉我那里是什么景象 有人就说山谷里绿树成荫 泉水潺潺 有人说山谷里鸟鸣不断 百兽出没 也有人说呀 这个山谷里阴风惨惨 草木凋零啊 也有人说山谷里野兽成群 听听听听听 毕淑敏就迷惑了 这和整形有啥关系呢 医生说 相由新生 这个整形的效果啊 并不一定是一劳永逸的 人们为什么要整形呢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容貌更美丽 可是啊 再端正的容貌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一定会随着人心的波动而不停的改变 就像一件牛仔裤穿在不同人的身上 半年后啊 就会形成不同的纹路 人的容貌啊 也是一块细腻的布 天生的容貌是这样 靠人工矫正过的容貌 更是经不起这个磨损 悲苦 会生出相应的皱纹 喜乐呢 则会有完全不同的纹路 如果您要想要 美丽端正的这个容颜 请先改变自己的心境 时间呢 会抹去整容的效果 只有心中长宝明媚 才能拥有长久的美丽 在这里啊 给大家讲一个奥黛利赫本的故事 奥黛利赫本一直是 粉丝眼中美丽一词的代表 他十分钟爱一位美国作家 兼主持人山姆李文生写的一首诗 永保美丽的秘诀 魅丽的双唇 请说出亲切友善的言语 动人的双眸 请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苗条的身材 请与饥饿的人分享您的食物 美丽的秀发 请每天让孩子的手去触摸它 优雅的姿态在与知识同行 人之所以为人 必须充满精力 自我反省 自我悔改 自我成长 而非向他人抱怨 请记得 如果您需要帮助 请从现在起 善用您的双手 随着岁月的增长呢 您会发现自己有两只手 当然啦大家都有两只手 一只帮助自己 一只帮助别人 这首诗被视为是贺本一生的写照 然而呢 很多人不禁问道 贺本的美丽 真的是如此出众吗 贺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甜自脸 鼻子啊 这个有点尖 一抬头呢 这个发现鼻子看起来很粗 所以啊 他拍照的时候 总是微低着头 他的头发呢 偏薄 需要梳一个 看起来比较厚的发型 他的眉毛也比较粗 与上半身相比呢 他的脚 由于多年练习芭蕾舞 所以不够小 这个身形呢 也比较瘦弱 胸部也平坦 贺本年轻时呢 人们因为他的独立 坚强而夸赞他的美 那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中 走出来的美丽少女 而晚年呢 他又因为自己的这个善良博爱 而显得更加美丽 又年期间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哀动受恶的贺本 晚年时呢 毫不犹豫的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他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友善大使 他也曾走遍非洲贫困的地方 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 长子肖恩问他 有什么嘱托 他的回答是 我并没有什么遗憾 我只是不懂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孩子 被迫承受痛苦 或许呢 就是因为这样 贺本才成为终生美丽的女人 最后还有一个让人深思的故事 有一个娴熟的工匠 他的雕塑啊 与其他人不同 因为他喜欢雕刻一些 这个妖魔鬼怪 有很多人上门购买他的作品 有一天呢 他在镜本面前发现自己的这个相貌变得很丑 他想了很长时间 然后惊觉自己的五官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整个人的这个面相看起来凶恶又丑陋 还古怪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向当地最有名的这个寺庙里的方丈求助 方丈说 我可以给你帮助 但是你必须帮我雕刻一百尊观音像 于是啊 这个匠人不断的专注于研究观音像的神态 表情还有德行 有时啊 甚至到了忘我的这个境界 半年之后 当他把一百尊充满善良慈悲 宽容形象的观音像刻出来之后 他就急着去找这个方丈 对方丈说 请您务必帮我治病 方丈没说话 从身后掏出一面镜子来 然后笑着说 施主 您的病早已好了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相貌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眉宇间散发着正气与端庄 继续偏投那位心理学家的话 一个人如果热情洋溢 总是面带着微笑 到老了呢 脸上的纹路也会显得慈美善目 如果一个人长期的不笑啊 面目表情僵化 越老越显得可怕 越没有亲和力 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 美国的前总统林肯曾经说过 40岁的人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 我们的相貌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理相貌 另一种是精神相貌 40岁以前呢 你的相貌大部分由父母所生 遗传基因将决定您的生理相貌 父母的语言和行为 却决定着您的精神相貌 当然了 最大的原因还是您的前生的福分 古人云四十不获 40岁之后呢 您的相貌将您如何在自立的岁月中 修养内心而决定 到40岁的时候你要具备与自己年龄身份和地位相称的语言 举止和精神面貌 日本作家大宅壮一说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份简历 人的素质和内心修养将决定您的形象和风采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上半辈子您的所说和所作所为 所学的知识 所拥有的经历 无形中都在渐渐的改变您的这个下半辈子的相貌 如果是上半辈子 您用凶神恶煞般的表情对待人生 那么下半辈子的您 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幸福啊一定是不会敲门的 反之呢 如果您常保快乐与善心 生活也必将对您更加包容 千万别让自己40岁后的这个相貌变得丑陋 从现在起开始修心养性 积德行善 让您拥有一张永远美丽的这个相貌 人的相貌也体现了您的这个性格与福报 纵观人生的这个千万风景 人格也有千万种 只有好的品行才能让我们有亮丽的外表 换句话说 美丽也是一种福报 如果您对我的内容感兴趣 请记得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 订阅打开小铃铛 避免错过精彩的节目 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